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大人物 她非常红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而且红了很久很久 她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4月21号就是英女王的生日了 她将在今天迎来90岁大寿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去年9月就刷新了英国史上 在位最久的君主记录 不过向来作风低调的她 是没有大肆的庆祝 这次的90岁大寿也不例外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英女王 一直深得民心的地方了 英女王90岁大寿 我们这里要祝贺她 也要来看看英女王 过去90年的精彩人生 1926年4月21号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祖父母位于伦敦的家中出生 为她的精彩人生拉开序幕 1947年 伊丽莎白和来自远方表哥的 菲利普王子结婚 两个人经历了许多考验 面对丑闻不断 脾气暴躁的菲利普亲王 在英女王多年的坚持和包容 这段婚姻走过了超过一甲子 依然携手相伴 1952年 乔治六世国王去世 由当时只有25岁的 伊丽莎白二世即位 在加冕礼上 英女王当众许下 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国家的承诺 伊丽莎白二世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在推动英国外交政策上 贡献良多 也是出访最多次的国君 曾经和12位美国总统会面 也是历史上第一位 访问中国的英国皇室成员 开启中国和英国 友好外交关系的崭新一业 这么多年来 英女王亲民形象深入民心 凡是讲求亲力亲为 低调不喧哗的个性使然 更是深受英国人民的爱戴 她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就在英女王生日前夕 英国皇家邮政发布了 以英女王全家福为图案的 纪念邮票 邮票中伊丽莎白女王 查尔斯王子 威廉王子和三岁的乔治小王子 一起出境 而且难得捕捉到乔治小王子 踩着几块泡沫板上的斗趣模样 这么做是为了让所有人 保持相同的高度 避免人们联想到权力的分配 不管怎么样 这一张四代同堂的全家福 看起来其乐融融 英国媒体报道 英女王生日当天 只会在温莎堡举行 阅兵聚餐活动 到时候 做上课还会有英国首相卡梅伦 和即将届满卸任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等 各国领导人出席见证 英女王大寿全球恭贺 尽献她的声望和地位 少居满卸在山南联�